民政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今天 啟動了下鄉的競選行程 不過大家還非常關注藍白河的相關議題 昨天才跟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碰面 兩人到底談了什麼 甚至是不是有提出所謂總統合作的方式 能不能跟何友宜出現在同一張選票 誰當政的 誰當富的 對此柯文哲的最新說明 代言來聽 合作總要一個公開公平的一個規則 因為我們雙方也有 我們既然是一個獨立的政黨 也有各自的支持者需要交代 所以我的態度是這樣 如果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就某一個目標 然後大家有一個公平公開的比賽規則 那是可以合作 那合作一定是對等 那如果說你要 老是要提出那個奇奇怪怪的一個比賽規則 甚至一開始要訴諸這種密室 密室政治 最後變成分章政治 這沒有辦法得到台灣人民的支持 我在這地方 把這一段所謂 這一段時間 藍白和我的態度 也藉這個機會再說明一遍 這個通常是 第二天你看報紙就會知道 沒有 這種東西都幕僚現在聯絡了 但是我也覺得不能再偷了 可以聽到柯文哲表示說呢 其實雙方就是要有一個公平的遊戲規則 不過另外一方面 大家也非常關心 那昨天跟朱立倫碰面 什麼時候會跟侯友宜 朱立倫三個人一起會面呢 他說現在這些事情雖然是急不得 那幕僚大家都在討論當中 不過他也認為說不能再偷了 希望可以趕快見面 另外還有被問到 就柯媽媽建議說 如果真的要跟侯友宜同張選票 倒不如柯文哲自己選到底嗎 他說這個是柯媽媽自己個人的意見 個人國民的意見 不代表民眾黨的意見 他不是民眾黨的發言人